好 边边就比较简单了 这块拼图显然不是 它没有完全贴合 太快 这块拼图肯定是最外面的 因为它贴合的特别完美 这块拼图明显就是一个中心圆点 这块拼图卡在这里刚刚好 这块积木看起来像一个舌头的舌子 什么拼图整个纹箱似的 现在的拼图极奇怪怪的 这些拼图还从我中复杂 这小的拼图块就 咚咚咚咚咚咚 这还怎么拼呢 你先来试试 我觉得任何拼图都可以找到它的扩展 你像拼图有啥拨展 可以先从圆圈的边边开始拼 找边边就比较简单了 这块拼图显然不是 它没有完全贴合 再放一块 这块拼图肯定是最外面的 因为它贴合的特别完美 这块拼图也是边边 刚才又意识到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拼图块居然不分正反两面 拼图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这块拼图这样放也可以 玩过来放好像也没问题 还是把这块拼图放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样更合适 接下来就可以顺着圆 往里面开始拼了 这块拼图就尴尬了 它的弧线明显不是这里面的 它是第二层或第三层 这个位置好像合适 这块拼图就更尴尬了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凸体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小口子 这个地方有小口子 进去了 这块拼图到底放哪个位置呢 我现在为人确定的 它是第12345第五层 但是也没有地方让它放进去了 这么快就卡壳了 看来从外往里面的思路行不通了 那我试试从外面 这块拼图明显就是一个中心圆点的 这块拼图卡在这里刚刚好 这块拼图看起来像一个舌头的舌子 把它也拼上去 着准角度 放好 这块拼图肯定是放这儿的 对呀 这位坑木脚挡住了 把它反一边 这就弹下去了 速度越来越清晰了 这跟前空提示的 弯曲也就放这儿 一找一个准 这一拼图好像vv信号似的 放这儿 剩下的一块就拼它了 是它吗 形状不对呀 哇 被我找着了 这一块也被我找到了 这一块就很明显了 空位给它拼不上 这里也有一个哦 不要忘记了 空位哪里不对 换一个方位试试 这样就对了 这个吗 这里还空一下 我也不是 这个 它就不对 不管了 先拼下面 这个最大的拼图 也没有地方放啊 要不换一个试试 把它放在这里 也能放下 那这就对了 会 就剩下四块很简单的小木条了 胸里就在眼前 进去吧 这一块长的 放这里 最后两块 完毕 归照 回 完成 想不到从你往外拼的方法 突然能成功 怎么样 我比你聪明的同意 比较慢点哦